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就是熟人 张康收起刺刀 葛威却不依不饶 张康质问葛威 六俊杰从地上爬起 声称这是个误会 还说二人是因为任务才这样做 杨彪刚准备询问 不料各位直接逼问二人姓名军衔职位 就在形势陷入僵局之时 王营长闻声而来 三言两语下来双方化解矛盾 张康和六俊杰拿起步枪起身离开 原来二人这次伪装成鬼子 目的正是为了打掉鬼子热气球 有这个东西在天上见识春军动向 鬼子暴兵就如同长眼一样 张康二人来到鬼子营地 起身装作鬼子巡视的哨兵 抬头时突然发现热气球竟然就在空中 张康一不做二不休 二人举枪瞄准热气球 砰砰两枪打下去 热气球当场爆炸 上面的鬼子也随之成了烟花 张康见目的达成 叫声队友安紧开用 当日军发现热气球爆炸 张康二人已经先走了一步 鬼子军官恼羞承诺 下令拉链打炮 张康和廖俊杰在炮火中闪转腾挪 却最终还是被炮弹爆炸的骑浪掀翻在地 张康只是擦破点皮 廖俊杰却口头鲜血怕在地上动弹不得 张康奔向协助队友进入战坊 不料一发子弹 直接命中刚亏 张康呆立当场 万兴队友进连长还在上面 急忙将他拉进战坊 张康看着廖俊杰软倒的地 起身准备去炒鬼子报仇 杨彪去火上交友 声称这是无谓的死 一点用都没有 张康恼羞承诺 起身和杨彪在战坊中殴打起来 格威撑过来 两把空枪警告二人 杨彪起身质问张康 张康 你自己看看 你但凡有脑子应该自己想一想 小鬼子往上海派了30多万人 咱们可只有一个旁边上海气球 你打他一个 才有十个这样的一个 十个 火不计然 两人架都没打完 天空中一枚鬼子热气球已经成功 就在张康 枪六军节 藏地协动之时 鬼子号兵已经展开第二个轰炸 由于川军用大炮 只能靠天油战术不乱架 但即便这样 阵地依然坚持不住 学生二营被打光 可以大拓敲本 等正都无似阵地 当时发现中国军队竟全部角散草叶时 远不住怀疑起来 乔本撕下回章 发现上面写着 传军第二十句 远不住进货 乔本这才明白 眼前这些众多军人 竟穿着草鞋奔走几千里 但就是他们打了自己争吵六天 就在乔本和藤田视察战场时 一名穿决伤员 空地上捡几手榴弹 刚刚地砸出去 就对乔本一枪击毙 但藤田也被手榴弹炸发在地 乔本下列将藤田紧急送到医院 一同时 传军再次发动反攻 张抗带领私人战士埋伏在墙后 等鬼子经过点天时 五人忽然冲突 独人鬼子一顿乱大 六七个鬼子登场去世 其他鬼子予以反击 传军一致对射起来 张抗投出一枚手榴弹炸刺三个鬼子 一名传军战士拔起大刀冲向鬼子 再砍翻两个鬼子后 被鬼子刺倒在地 临死前 落药手雷和鬼子同归欲剑 就在双方进入激战之时 鬼子坦克突然从胡同口钻了出来 张抗战状急忙下令撤退 众人躲在一处墙壁后面 思考会如何对付这个铁王吧 张抗让一排在前面行火力 自己则顺急 带人将急速手榴弹 塞进坦克屁股后面 随着一声哄响 坦克陷入一片火光之中 接着川军实际大阵 鬼子再次被成功赶入顿务斯的利益 由于顿务斯久攻不下 鬼子自身长十分过来 决定派出重刀联斗够的团队 这边有个注重的重务器 内战 川军不但损失惨重 就连粮食和弹药的骨骑也都碍了 川军县大长质问中央军的人 我们俩 弹药的 发光了 你们都下一批吧 没粮食这什么吃什么 我们拿什么大规刀 那是你们长官的事 我只是个好蠢 这些活处吧 西战家按拿不住 忍不住就准备动着 不将其王拦住 不料对方见状 反而仗着自己是成将军 超红穿军是穿厚的 还说 记得十个胆子 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葛威在一旁听见 把手手枪打开保险 直接就被枪了 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样子 你们的长官是焦续 是 回去告诉他 刘长又中尉 以为特务处金发科葛威上位 当场机敏 这里 所需的物资 请你一下五六点钱 必须送他 乖军 我叫你三个人要的男人 葛威树文赶到阵地上 看着眼前被炸弹不能交涉的战士 葛威尽管有些不适应 但很快被习以为常 这在这时 热气球上鬼子打出习语 鬼子的重炮部队随体战火 张胖将战胜的PT系列弱 以躲进战火 请葛威仍在激怒炮火方位 张胖一把将葛威拉与炸火 可逼的同时 因为炮弹 不仅爆炸 葛威为了学校笔机 飞起张胖 战胜日才发现张胖的流血 只如举出纱布 封着被花旺处理伤口 不料张胖早日跑远 一过号火停止后 鬼子开始发动重风 春京急忙进入天地 也有防御 忽然张胖发现鬼子 竟然飞不瘦碎 急忙大返 却在张胖和谢团长提醒重人之时 鬼子号火再次降临了攻势 许多春京战士 冲门打击车 谢团长非常的红掉一片胳膊 最后又是一枚炮起来 谢团长当场正 眼看鬼子再次起来 葛威很想跑到谢团长 去指在阵地上 找了一点菊帽 鱼灯时 鬼子供下来 葛威先进步枪 射完完的鬼子 手枪子来耗尽后 落在旁边 找了一桿东正式步枪 葛威拼似反抗 却仍不得负还鬼子供实 无论之下 葛威只好拿出一枚手机弹 做好和鬼子 同归于尽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